提到九五版神雕下旅 除了杨过和小龙女之外 你最先想到的是哪个角色 听 就是她 阿欢当年看这个剧最恨的人就是她 我们嫌弃的小龙女就是被她给轻薄的 也因此造成杨过小龙女二人的遗憾 虽说当年的拍摄尺度不大 但是已经足以让我们恨得牙根痒痒 好长一段时间 一提到尹志平都是骂骂咧咧 长大后才留意到 尹志平是陈启泰老师扮演 陈启泰扮演的尹志平性格软弱 常受制于赵志敬 但是他同时又想肩负起全真教的重担 人物形象复杂有趣 角色内心充满毛对与纠结 可以说陈启泰把这个正直一世 糊涂一时的尹志平掩活了 总之千错万错 都是错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希望你们不要错怪龙姑娘和杨过 弟子先走一步了 师弟 不过 尽管陈启泰当年凭借角色演绎一炮而红 TVB仍没有将他推上一线 此前 早已与TVB签约五年的陈启泰 一直都是一位冷板凳选手 1990年陈启泰进入TVB就只能做娱乐咨询节目的主持人 真正能演出的机会并不多 而凭借尹志平一角爆红之后 TVB仍然没有给予陈启泰过多的关注 陈启泰仍然屈居二线 于是1998年 合约到期陈启泰脱离香港TVB 并直言不再回TVB 引起外界广泛关注 梁琴则莫尔西 陈启泰选择加入香港另一个影视剧头 亚视 相比于TVB的二线员工 亚视给予了陈启泰一线的工作待遇 1998年 出进亚视的陈启泰除了主持工作之外 还出演了《我和江湿有个约会》中 山本一夫这样的重磅角色 陈启泰不负厚望 将山本一夫想要制造江湿世界的眼心勃勃 与面对妻女时的人词善良 表情的淋漓尽致 这部剧迅速在亚洲爆红 陈启泰的身价也水涨船高 成为香港当红的影视剧演员 我要的不单是她的人 还有她的心 但只要你在这里 她就不会爱我 此后 《我和江湿有个约会》 又推出两部续集 陈启泰在第二部扮演 一开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后来为了自己喜欢的女孩 而浪子回头改邪归正的司徒份人 在第三部扮演 因措手杀死心暗女子 而懊悔终生 最后自愿走向死亡的 金国大将军 虽然这三部电视剧 都是僵尸系列剧 但是陈启泰的角色并不固定 她依靠出众的演技 并没有让观众混淆人物 各个角色都十分鲜明 陈启泰的能力得到亚氏的赏识 2001年 亚氏推出一档 休闲常识答题类综艺节目 百万富翁 并由陈启泰担任主持工作 这档节目一出即火 陈启泰甚至成了亚氏当时的流量之王 百万富翁上的陈启泰 英俊斯文 谈谈风趣睿智 周星驰还曾为了宣传少林足球 而参加这档节目 并且拿下一百万的奖金 关于陈启泰戴的眼镜 还有一段插曲 原来是因为陈启泰参演了许多反派人物 而导致她的形象 令观众看着不舒服 所以片方要求她戴一副眼镜 让她的形象 显得更加斯文善良一点 不过 再好的合作伙伴 也有被传关系破裂的一天 2009年 媒体突然传出 陈启泰因不满亚氏一人 将新政策而离开的消息 一场公关危机摆在亚氏与陈启泰之间 后来亚氏与陈启泰双双澄清 事实是 陈启泰与亚氏合约到期 亚氏方面没有派相关人员 洽谈续约问题 造成陈启泰离职亚氏 陈启泰离开亚氏 在香港有线电视公职两年 主持过金像奖颁奖典礼 一跃成为主持界的大佬 2011年 陈启泰重返亚氏 回到了这个他熟悉的工作环境 令人唏嘘的是 陈启泰在两年后便又离开了亚氏 他坦言 亚氏从来没有对我不好 只不过是某些管理层的领导 他们管理的方针 我不太认同而已 亚氏一直 永远都会是我的娘家 陈启泰早早地看到了亚氏衰败的问题 节目逐渐失去心意 高层管理体制僵化的问题逐渐暴露 陈启泰果断地离开了 这个给了自己事业巅峰的地方 重新寻找机会 其实 陈启泰一直是个清醒的人 他从小家境优渥 中学便能与李嘉诚之子同窗共读 后来又前往加拿大留学 并且成为经济学高材生 大学毕业后 陈启泰回到香港 成为美国摩根大通客户服务部主任 但是他本人并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刻板生活 所以就辞职去周梁淑仪的富财制作做幕后工作 正式进入香港娱乐圈 家庭教育的完善和雄厚的知识储备 使得陈启泰头脑活络 懂得变通 在TVB难以实现梦想 便转身进入亚氏 看到亚氏衰败的迹象便果断离开 可是 就是这样能在万般风波中独善其身的陈启泰 也有哑巴吃荒莲的时候 在与叶璇拍摄电影时 陈启泰指责叶璇 利用自己炮制新闻 大肆炒作 并放言 不与叶璇同台 联亚市十分重要的 十大电视广告颁奖典礼也不参加 可见陈启泰在遭遇这场风波时的暴怒 从此以后 陈启泰便和花边新闻彻底绝缘 逐渐在娱乐新闻板块中沉寂下去 陈启泰之所以能够真正做到 万花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是出于对陪伴自己 二十多年发期的尊重和负责 从不受待见 屡遭冷遇的TVB 到两度录制亚市 从寂寂无闻的主持人 到经典荧幕形象 尹志平和山本衣服 陈启泰都沉着冷静地 应对人生变化 现如今 大部分香港观众 对陈启泰的印象 应该都停留在 百万富翁的主持人上 毕竟这个节目 曾经给粤语区观众 带来太多的欢声教育 与美好回忆 而大部分的内地观众 则难以忘怀 陈启泰出演的 尹志平一角 当然 无论陈启泰 以什么样的角色 被记住 都证明了 他实力的出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